那么现在PEQ在我们魁北克是个热点 前上个礼拜又有一条新闻出来了 就是这个移民部长 我们现任的移民部长 Roland Barrett 这个部长他又出来说话 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很快 他说的很快 我也不知道他是多快 会把一个新的改革计划拿出来 那么所谓这个新的改革计划 那么按照我们的判断 有可能最快的话 具体实际上我不知道 可能会是在四月份左右 三四月份 这个出预算 年度预算的时候 把它一块拿出来 因为上一次改革被否决以后 实际上被修改以后 就是被推翻以后 那么他单独拿这个法令 单独来出这个法令的机会 应该是变小了 因为他这种风险是有的 那么他很可能是跟着一个大的法令 大的一个计划 比如说这个预算一起推出来 那么他通过国会 通过这个审议会就比较容易 那么为什么这个部长 他这次又出来说 他要拿出新的法案来 新的这个改革方案 reform这个东西出来 那么前面刚被推翻的 那么我们追溯到前面 实际上追溯到去年2018年 我们这个现在的执政党 CEQ上台以前 实际上这个迹象已经出现了 因为CEQ它是一个偏保守的一个党派 在一个审计党派 那么他当时在上台以前 他的政治纲领就是说要 这个 对于移民要进行改革 甚至限制移民的人数 但是限制移民这个人数呢 从总体来上来看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魁省第一个 魁省需要人 这是第一个 必须有人口补充 魁省每年的这个 移民的总数啊 占魁省人口的大概是0.6% 也就是5万人出点头吧 大概是这个 这个数字其实并不是很多 在整个加拿大的这个 各省的情况来看呢 魁省的这个移民比例 移民的人数占它既有人口的比例 是最低的 可能是最低或者到处第二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魁省的老龄化 或者说这个人口短缺 包括劳动力短缺 现在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减少移民的数量 可能性不大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对于魁省来讲 他掌握的移民的这个人数呢 是他自己手上的权利 我们都知道魁省和联邦之间 他有移民协定 那么魁省自己掌握的 这个移民的这个人数呢 他是不会自费武功 来削减自己的人数的 这点是非常明确 但是他们会改变这个选择方向 选择这个移民的方向 那么在这个CEQ 在这个现在的执政党上载以前 是他们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息 你比如说以前的这个 现在这个省长他以前就说说过 我们魁北克人这个工作时间太少啊 他希望给魁北克人带来更高工资的工作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魁省的人需要多工作 多挣钱 那么你的移民也同样 移民来了必须最高效的啊 最大比例的转化成劳动人口 你假如你来的人 你不去干活 或者你投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很慢 然后你还有在学习啊 或者等等这个过程的话呢 实际上他的移民政策呢 是对他的这个移民来说呢 实际上是个低效率的移民 我们移民来的主要任务 主要目的是让他们转化成劳动力 本地劳动力 这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呢 这个魁省的这个PEQ改革 实际上有渊源的 那么在30号 10月30号呢 宣布的这个改革呢 那么实际上呢 很快呢又被颠覆回去了 那么这个改革 我们讲10月30号这个改革呢 它的主要内容 改革的实际上 是在PEQ的这个学习类上面 当然对PEQ的这个工作类呢 它也一定的改变 它的主要问题出在两个问题 两张这个list上面 两个清单上面 一个就是PEQ啊 允许进入PEQ项目的这个专业清单 学习专业的清单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允许进入PEQ工作类别的 这个工作清单 这两个清单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这个学习清单 也就是这个学业清单 那么它涵盖了一共是这个 那么这200多个 那么这个清单呢 实际上这个学业的 PEQ的学业清单出来呢 实际上只有200多个这个专业 被允许进入PEQ的这个计划 那么这些专业呢 实际上 让一部分人受到了影响 因为以前的PEQ是任何专业 都可以进入PEQ的申请 只要是这个正规学校的 被移民局认可的这些学校 他们的这些 所有的program 那我们讲所有program 就是五大类 这五大类文凭 我们简单展示一下 就是说这个第一个 就是博士级的 PhD这一级的 然后就是硕士学位这一级 就是Master这一级的 然后是本科学士这一级的 然后呢 我们社区学院的技术力毕业文凭 我们翻译成法语叫Doc 英语他们叫Dec 五类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 这个Secondary School这一级的training 那么这五大类 这五大类呢 以前在这五大类里边的 所有项目都可以被接纳到 PEQ这个毕业生的 这个移民计划里面来 那么现在只限制到了 两百多个专业 那么以前实际上 你不管学音乐学体育学政治学历史 学地理啊 学这个都可以啊 进入这个PEQ 这个毕业生的这个移民项目 但是现在呢 只有是 主要是在医疗类 这个工程类 那么这样的呢 就提起了很多人的反对 那么有人说是因为 大家上街游行了 然后产生了这种效果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魁北克每年的移民量只占总人口的0.6% 那么PEQ 在魁北克总的这个移民里面呢 占不到一半 那么受影响的人 也就是这两百多个学业项目以外的人 受影响的人呢 那可能又是一小部分啊 所以最终能受到受到这些影响的人 其实并不是很多 那么为什么我们魁神 在这个项目上后退了啊 把这个改革 所谓的改革后退了 实际上是因为有其他原因 因为在这些项目里面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被允许进入 PEQ这个毕业生计划的这个项目里面呢 博士一级的学习的这个program啊 或者这些项目啊 只有七个 这就意味着很多教师啊 很多教授啊 他可能就没有照不到学生了 甚至他的研究项目啊 或者他的这个 这些一些研究计划 就执行不下去了 那么甚至他面临着自己 可能都失业啊 那么所以有四百多个大学教授 出来签名 当时反对这个项目 那么当然反对党也出来反对 那么反对党大部分出来 反对声音比较高的呢 实际上都是都是很小的党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那么之所以后来这个省长啊 这个移民部长把这个项目停止了 把这个改革停止了 实际上是个暂停啊 大家都以为是胜利了 这是一个一个终点的 这不是终点的 只是中间停了一下 就像这个省长说的 省长当时在收回这个项目的时候啊 收回这个改革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应该法语讲的 他说就是 Vernie de Crochet Vernie de Crochet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 就是比如说一个家具啊 或者一个什么表面上一些 有漆啊 有一些损害啊 这叫Vernie de Crochet 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个改革的计划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 在拿出手的时候 这个程序上出了问题 那么这个程序是什么问题 程序的问题呢 那么也就是这个年轻的移民部长 他在拿出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两个比较被诟病的这个清单的时候 他没有做这个完整咨询 我们说他根本就没有去份劳工部 也没有问过教育部 也没有问过商会 也没有问过这个有关的这些相应的部门 因为我们知道在加拿大一个政策一个重大政策出台的话 那么他需要有公共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他拿着这个清单就比较急躁 那么这就造成了以后呢 一个反响比较大 反响比较大实际上 是某些人的反响比较大 就是说我们需要增加劳动力的转化率 你从移民也好 就是留学生也好 你落地以后 你成为移民以后 那么你要尽快地转换到劳动力市场来 这是他最大的这个要求 这是他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第二个目的就是说这个法语化 就是说我们需要保持讲法语 我们需要更多人讲法语 而且需要法语文化能得到发展 那么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政治实体的话 那么他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价值观 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呢 他就要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 这个不光是从法裔人士自身保护的角度来考虑的 实际上也是为了社会稳定考虑 我们知道加拿大也好 魁北克这个社会也好 是个多元化的社会 多元就意味着还有很多的不同 那么很多的不同 假如我们没有一个语言或者没有一个文化 来让它形成一种稳定的 一种稳定的结构的话 实际上对社会的发展其实并没有什么好 这个移民政策的方向 一个是提高就业 就是劳动力转化 这是我认为的 二一个就是法语化 每一个这两个的这个目标后面都有它深远的这个背景 而且目前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CEQ在125席的省议会里面占有75席 那么在这种绝对多数的情况下 它通过任何法案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就像这个省长说的 他要把这个Verni做的好看一点 我们只是 以前那个小油漆没有弄好 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事情做漂亮一点 就可以了 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说 不要掉以轻心 以为这个事情就完了 不会再有麻烦了 实际上不一定 那么有人说他会有祖父条款 Grandfather class Grandfather class的话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今年2019年的7月10号出台的这个 这个PEQ的暂停计划 实际上就是一个Grandfather class 就是一个祖父条款 那么祖父条款是个什么概念的 就是说你祖父条款实际上它是设定时间节点的 有一个时间节点的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 之前那么需要满足某些条件 这个是所谓祖父条款的关键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寄托于 以后去使发生变化 也有祖父条款 但是祖父条款的问题就是说 你不知道他的时间节点设在什么地方 设在什么时间节点上 也不知道他以后设立的条件是什么样的 并不是一刀切的赦免 我想可能不一定是一刀切的赦免 也有可能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中的 在做这样PEQ的 觉得自己受到影响的 这些客户也好 同学朋友都好 要知道这个往后发展 大概是个什么方向 这样子就不要掉以轻易 这个是一个我们PEQ的一个 10月30号以后这种变革的 或者是变来变去的这种 作为我的一个解读 对因为有不少人问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国内 假如说我是国内的 那么我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要是在已经进入某一个项目的 那么我怎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人还是想到魁北克来 从PEQ的项目来移民来学习等等 那么我们也相信PEQ的项目会继续发展下去 PEQ是个非常 在加拿大这种单一的 这个移民项目里面是个非常 也可以说到火爆吧 非常流行 也是相当成功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么那些在国内或者在境外 还没有进入加拿大的 但是又想进入PEQ 但是又担心PEQ变化的这些人士呢 他我刚才所谓的这个 不要掉以轻心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尽量啊 我个人的建议啊 尽量按照现在已经出台的 就是在改革时候的那一套 我那个表啊 上面提出的这个 列出的这些专业 或者相似的专业啊 来选择你的学业 降低以后的风险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那么当地的人已经进入的 已经进入某一个项目 但是呢 以后可能会被取消的这种情况呢 那么就是说 只能就是跟全大家尽快完成学业 尽快完成法语 这个假如你学业完成了 在学业完成的时候 你法语也能达到口语和听力的B2的话 那么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移民途径 非常有效简单的移民途径 我讲简单 不光是 我们普通意义上 说PEQ怎么怎么容易做 我们是拿PEQ和联邦的 这个Express Entry里边的CEC比 要比它 实际上要比它容易的多 我们看到CEC里边 它对语言是有要求的 而且它对四门语言有要求 而且它必须有一年的本地工作经验 对吧 所以说你对比这些移民项目 你就发现 即使我们的PEQ设置了一些 所谓的一些障碍 或者有一些不利于 这个某些候选人的改变的话 它仍然是加拿大最容易移民的 最容易走通的一个移民项目 不管是我们跟联邦的EE里边的Skill Worker比 还是跟Trade Worker比 还是跟EE里边的加拿大经验比 还是跟安省BC省的这些里边的审提名 这些PMP的这些技术移民类别比的话 它仍然是我认为它仍然是最容易的 至少是最容易之一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利用这样的机会 我们前面提到过 民额不会被减少 从长远来看民额不会被减少 从魁省的这个移民预算 人数预算来说也没有减少 18年的时候应该是5万1 5万2 这个18年的统计数字是移民的总数在5万1 5万2 那么19年可能会减少一点 19年的话因为是 在7月10号以后 一直到这个11月初这段时间 PEQ等于部分项目暂停 就部分人员的申请被暂停实际上 那么这个数量可能就是 19年的这个魁省的总移民人口 可能会降低一点 那么是因为CEQ它本身就竞选承诺里边 就是说我们要降低1万人 那么这个降低1万人实际上 它很可能是在19年实现 那么它很快在2020年2021年2022年 它人数马上又翻回去了 到2021年的时候 这个人数已经要超过 这个预算人数已经要超过2018年的实际人数 所以它这个人数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这个魁省的移民的总人数是不会被减少的 只是在这些移民政策里边 做一些有利于本地 有利于本社会发展的一些调整 这个是个方向 那么这个调整的方向 我们刚才前面其实已经说的 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一个就是就业率 你从移民也好 从留学生也好 转化成本地劳动力的转化率 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法语化 法语化的话 不光是维护某一个族裔 某一个族裔的利益 或者是文化 它实际上对社会稳定 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这就是PQ的一些大概的情况 那么我们以后会经常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从政府部门 这些移民专业的这种机构等等 我们得到的消息 或者我们讨论的一些结果 会跟大家分享 也结合到我们实际工作中 接触的一些实际的案例操作 来跟大家做分析 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 或者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以按下面的我们的联系方式 和我们联系 也可以提你们的问题 在评论区里面 大家也可以多讨论 多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